精出一身冷汗白米饭是垃圾食品之王?是谣言还是真相?快来看! 米饭是大家餐桌上的常客,也是中国人离不开的主食。图片来源,Solojif。 近日,一篇题为白米饭垃圾食品之王的文章竟将白米饭扁的一文不明,声称米饭几乎不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、矿物质、只有淀粉和糖,是典型的高糖、高热量、低蛋白的垃圾食品。 大家经常吃的白米饭真的是垃圾食品吗?如何健康吃米饭呢?一起寻找真相。 白米饭真的是垃圾食品吗? 我们先来看看世界卫生组织对垃圾食品的定义,高糖、高热量、低蛋白质、低维生素、低矿物质、低纤维。 这样看来,米饭确实是非常符合垃圾食品的定义,毕竟每100克股类含糖可是高达76克左右。 不仅如此,它的升糖指数还高达87,是高血压、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诱因。 更有甚者,在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布的健康饮食金字塔中,白米饭高居塔尖、约红肉、加工肉类、牛油、含糖饮料、盐等不健康食物并列。 这么一看,白米饭简直和榨薯条一样危险。 先不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否认了垃圾食品一词,就算是单凭升糖指数高,含糖量高就认定白米饭是垃圾食品显然是狭隘且不可取的。 对于一个正常人而言,由于自身的调节能力较强,这种升糖指数并不会影响健康。 另外,高血压、糖尿病等疾病也不是单凭吃米饭吃出来的,主要还是由于营养过剩、营养失衡、运动不足等原因导致了糖代谢功能失调才会发生。 所以,米饭不是糖尿病的致病原因。以后还是可以安安心心吃米饭。 况且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吃米饭时总会与蔬菜、豆制品、肉类搭配吃,营养均衡又健康。 那难道前面提到的哈佛大学健康饮食金字塔是错的吗? 其实,只是我们误解它的意思啦,金字塔将骨类分为了全骨类、全脉、糙米、和精致骨类、白米、白面、位于最上端的只是精致骨,全骨类还是放在最下层的。 也就是说,它只是提倡大家多吃粗粮,并不是说米饭就是垃圾食品。 米饭到底怎么吃才好? 人体能量三大来源的科学配比应当是,碳水化合物不低于55%,脂肪不高于30%,蛋白质15%左右。 根据中国营养学会制定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,提倡食物多样化,以骨类食物作为宝塔的最底层,建议成年人每人每天的主食量为300至500克。 正是因为我国长期以骨类食物为主食,糖尿病、心血管病的发病率远远低于以高蛋白、高脂肪肉类为主食的欧美国家。 那么米饭应该怎么吃才好呢?很多人喜欢把米饭做得软点。 煮米饭前先把大米浸泡几个小时,在小火慢煮或者压力过蒸煮,让米饭更加软、烂,这样口感上是好吃多了。 不过这种米饭的消化速度和餐后血糖反应也会明显上升。 研究显示,浸泡、增加水量以及延长蒸煮时间,都会加快米饭的淀粉消化速度。 所以,建议平时煮饭还是不要煮太软、太烂。 如果你还是偏爱软点的米饭,那就每次少吃一点,控制生糖水平。 其次,饮食的大原则是食物多样化,所以每天的全部主食中,最好面粉、大米各占30%到40%,粗杂粮占20%到30%的搭配比较合理。 每天最好能吃50-100克粗粗粮,对预防慢性病有一定好处。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,糖尿病病人、肥胖和血脂异常等慢病高危人群应该严格控制精米白面的摄入量。 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的吃法。 事实上没有所谓的垃圾食品,只有垃圾的吃法。 食物本身并不垃圾,只是由于不恰当的烹饪方式、过量、不合理的吃法及不正确的生活方式,才使得其成为影响人体健康的垃圾食品。 健康饮食的关键在于总量控制和均衡搭配。 合理的饮食方式都有一个样来控制,在美味的食物吃过量总是有弊端的。 任何一种单一食物,都不能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,只有多种食物合理搭配才能构成一个健康的食谱。 因此,日常饮食也应满足食物多样,骨类为主的建议,主食也要尝试粗细搭配,品种多样化。